校長 校長好 校長好 要唱跳歌嗎? 不用 我先 可以嗎? 沒關係 我按錯 我今天要講的是 打造新世代未來人才 看這個題好像很大的題 對不對? 但今天我不會講太多 高研大志 只是講我們怎麼樣開始 從我自己個人的故事 再到我們怎麼樣創立 新媒體學校的故事 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政大新聞系畢業 我做過幾份工作 兩份到現在是第三份 我曾經是聯合報系世界日報的編輯 經理人月刊的記者 然後很意外的寫了兩本書 寫了兩本書幫杜拜的台商 大家有聽過杜拜嗎? 台商 他也是政大的一個很老很老的學長 然後他就 請我寫了兩本書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現在是新媒體學校 城市新聞的共同創辦人 好 那我自己讀大學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 現在 剛剛因為我聽到有 零星幾個是大學生嗎? 這邊 再舉手一下好了 欸還蠻多的啊 欸 欸 怪怪 有怪大學 有怪大學 好我也是啊 我也是大學 好我自己讀大學 這是我大學時候的照片 就我為了這次演唱 還把我舊的硬點搬出來 對 然後找了一下 以前比較瘦啦 齁 好 就比較年輕 然後這時候都是 自己啊 去採訪 就我們學校的課 然後我就自己去採訪 有去到那個抗議的現場 然後有採訪一些企業家 這是企業家 然後自己也帶 帶學弟妹 跑新聞 跑報 然後我自己也是政大之聲的實習廣播電台的新聞部的出관 好然後那個就是我有跑專題的新聞報道也有影音 然後就得了獎這樣 好 總之就是這次我進入媒體的一條不歸路 因為大學的高中的時候就想說我想要好像想要學新聞想要讀新聞這樣 然後我就進去了 然後呢我在剛剛出社會的時候我意外寫了兩本書 為什麼寫這兩本書呢 其實從剛剛大學的經歷的時候 就是我其實大學都在寫稿嘛 然後是做一些就是公讀的機會 然後那時候就是採訪了一個政大的校友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要幫學校出刊 就我們要幫學校出刊採訪一些知名校友 所以我就採訪了那個學長 那其實那時候我也想說反正就是一個寫稿的機會我就去寫 然後結果後來那個學長呢就看到我的稿子 他就覺得說我寫的蠻好的 所以他就我在有一天上班的時候我才剛進去職場一個月吧 他打電話給我說 欸請問是李亞文學妹嗎 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先生 然後我想說欸怎麼了嗎 然後他就說我是你曾經採訪過的那個人 對 那你還記得我嗎 我說欸怎麼我採訪過的那個人怎麼出來打給我 因為那時候我採訪他是岳陽採訪 對 好所以呢 結果他就說他想要出自傳 然後請我幫他寫書 所以我以一個職場的菜料卻意外寫了兩本書這樣 那我實際上想要跟大家講的是是因為 就是可能我們在大學或是在年輕時候默默做的一些事情 其實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經歷跟資歷 好然後這是我後來進入職場之後的工作 就是我是報社的編輯 所以像是報紙的編輯 對現在可能你很少看報紙啦 我知道但是這個世界日報是在美國跟加拿大發行的 然後有非常的華人還是很喜歡看報紙這樣 那另外一個是經理人月刊 就是我就要採訪一些職場的企業家 然後來訪問他們的管理學啊 或是創新學等等的 好 那 從我過去的經歷到現在 我實際要跟大家講是 當時候我以為的媒體是什麼 我以為媒體就是我有一支筆 或是我有一個攝影機 然後我有發生的管道 我就可以寫我想要寫的東西 然後我傳遞一些很有影響力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媒體就是傳播 那我想問大家你覺得媒體到底要怎麼定義 現在應該很多人會定義說媒體就是應該已經很廣泛了吧 是Facebook也可以是媒體啊 然後現在有很多人自己也做各種的平台也是媒體 對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從舊媒體到新媒體的人 我自己走過這段過程 那我自己跨過這段過程 唉 很非常的辛苦 因為我們就會被舊媒體的思維所捆綁 那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現在的媒體到底要怎麼樣被定義 其實我們已經到了一個真的是新媒體的時代 從過去我們看我們很知道的電視啊報紙 到現在大家常用的社群 然後再到現在有非常多的自媒體在網路上面 在社群上面爆紅 然後再到現在各式各樣包含物聯網 剛才有講到無人車等等的 這些其實都是媒體的範圍 所以其實有非常多的新的趨勢 不斷衝擊我也不斷衝擊各位 包含物聯網啊 互聯網智慧程式VR 或者是AI人工智慧 所以我就在想說 當我開始認識新媒體之後 我就發現原來我以前學的新聞 只是媒體的其中一小塊 就是冰山異角 真的我只能說是冰山異角 原來媒體是一個很完整很完整 而且很豐富的一個生態圈 然後我就發現說 如果未來的世界會這樣的話 那我到底要預備自己成為怎樣的人 然後我要幫助更多人 到底要成為怎麼樣的人 總不能就是只會寫新聞而已吧 好 所以我覺得新媒體就是沒有門檻 人人都可以做 沒有任何的限制 也沒有規則 它是日新又新 它平台非常的多元 而且社群有很多 可以很多的社群的互動 而且你在這個世界裡面 你要學習很多的技能 你天天都要學習 然後 你還有要有很多的創意 才能夠讓人家看見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媒體 每一個人都是新創客 就是媒體這個門檻已經越來越低了 它不像以前我要學四年的新聞系 現在其實你不用學任何的 不用去什麼大學學媒體 你其實就可以跨進去 好 所以呢 我就因為這樣子 我就發現新媒體很重要 那我加入彩虹天堂協會之後 這是一個非營地組織 然後我們成立了新媒體學校 還有城市新聞這個平台 城市新聞是一個公民記者的平台 那新媒體學校主要也是提供新媒體 自媒體還有新創客的教育的訓練的平台 那這個協會呢 我們09年成立服務了三百所學校 然後關懷了80萬名學生 其實我們幫我們連結了很多業界的專業的人士 然後一起來做志工做老師來幫助學生 所以我們還不是很懂新媒體 我們就先辦了新媒體 反正沒有人辦嘛 所以我們2012年 我就先 好啦先給他辦 然後就網路上找到資料 然後就辦了一些 然後就覺得好像新媒體還不錯 好像每個人都可以做 只要有一支手機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就從少數人 就開始每一個人 就開始每一個人都學 每一個人都做 在我們協會裡面的會員跟志工 我們都一個一個來訓練 那因此我們也開課 就是因為我們認識很多媒體業界的人嘛 所以我們就說我們有這個理念 我們想要幫助很多人 他可能對媒體有興趣的年輕人 能夠學習這個領域 所以他們就也義務性的來 擔任我們的老師 然後來幫學生上課 所以我們總共開課培訓超過了5000人 就幫助人人都成為新媒體人 也舉辦過研習會傳遞新媒體 那這過程呢就發生了很多的故事 感人的故事 就是例如說 像這個女生 她是講話會結巴的 口肌的 她讀台科大器管系 可是她現在是一個媒體的記者 就是她開始去採訪 就是在這邊學習 然後右邊那一位呢 我們叫她做舞修哥 大家知道舞修哥是嗎 舞修五次 舞修 修五次 對 就一直重修就對了 大學很難畢業 你知道 超厲害的 可是她現在就是 自己接案的一個自由工作者 她就是 攝影師 是剪輯師 是導演 然後也培育了非常多人 做設計師 等一下也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就是要告訴大家 甚至每個年齡都會做 例如說我們有 兒童啊 老人 然後媽媽也都開始 上我們的課程 那這是少年們 然後也來做公民記者的主播 那我們怎麼過 怎麼開始 就是我們就開始 例如說我們就舉辦比賽 然後有很多的創作的比賽 就鼓勵大家投稿 就來報名這樣 大家做爛爛的都沒有關係 做台灣最有趣都OK這樣 好 所以我們就也幫助很多 很多有興趣的學生 就是成立他們自己的粉絲團 成立他們自媒體的品牌 那這些都是我們成立的自媒體 那這個就是 其實MOMEN Day也是最早開始 是在我們新媒體學校學習媒體 然後他們就是 算是我們 在我們當中算是還蠻成功的一個案例 就是現在是非常紅的 親子類的網紅 他們好像已經有五六十 五十萬吧 我印象中 然後其它是我們合作的網紅們 那我們一起大家一起來做直播 總共觸及了超過八百萬 所以呢新媒體學校到底在做什麼呢 請我們從過去懵懵懂懂到現在 我們就累積了一套的課程 那其實我們有一個意象 有一個理念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幫助每一個人 都成為新媒體人或者是新創客的人才 所以我們會建造人 to build 所以有很多類的課程 或是有演講分享或實體活動 然後再來我們會去連結 就是像是我們常常辦各種 不同類型的交流活動 會大家一起分享一起連結跟討論 然後呢也會有實際給大家一些實習的機會 或者是平台的實習 或者是表演的機會 或者是到企業的實習都是可以的 對 所以這個是主要是我們的一個建構的藍圖 那過去我們也曾經舉辦了獎堂 下次大家知道這個嗎 矽谷美味人妻 如果你有喜歡看美食那個粉絲團的話 你應該就很知道 像我們邀請過他來演講 好 然後呢也舉辦了新媒體家族 就是這個是我們互動分享的交流活動 對像是告訴你未來自媒體到底怎麼樣玩 或者是現在有很多自媒體他們是結合公益 然後有一些是在做創新創業的領域 我們就請他們來分享 所以在我們這邊也可以上實際的課程 這些是我們上課的畫面 然後我們也到各個校園或者是社區以及企業 還有機構單位去合作課程 這就是我們到社區或者是到學校 舉辦資訊類的課程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課程 我們有兩大類課程 一個就是自媒體類 然後有這六種課程 像是你想要學城市公民記者 你想要學設計或者是想要拍影片 或想要做自媒體 或想要做社群行銷 都在這一個大類的課程裡面可以學到 另外一個就是新創課類的課程 所以就是包含現在 兒童就開始在學的Scratch遊戲 遊戲程式設計或是App開發 或是WebUno 物聯網的開發體驗 這些都是入門的課程 其實就是要告訴你 沒有那麼難 還蠻容易的 門檻不會太高 所以其實在我們當中有很多 很多的人真的是從不會倒會 我們剛才所講的從不會倒會 所以最後我想要鼓勵大家 就是想要鼓勵大家 鼓勵什麼呢 就是去做就對了 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從舊媒體出來的人 然後我有很多包袱 綁手綁腳 我很多時候都很想要倒轉回去 如果我不要做 不要讀新聞系 應該不會那麼綁手綁腳 可是現在很多人 其實你不是這個領域相關的 但你跨進去 你反而沒有任何的限制 有創意 有點子 有想法 有行動 就可以成為新媒體人 所以鼓勵大家都可以 人人都成為新媒體人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的亞文姐 那亞文姐她剛剛有講到最後一個東西 就是去做就對 我突然想到那個slogan just don't eat just don't eat